尽管用偽裝網緊緊蓋住 但龐然大物仍導不住民眾注意 愛國者三型飛彈 在今年漢光野行上週二 還現身台北市區動物園前廣場 印發討論 現在卻傳出美國安和局 日前7月9號發布 對台出售6.2億美元 約182億台幣的 愛國者三型飛彈嚴售案 我均高層都不知情 而每次要買什麼均購的 就是想買什麼就直接去買 這個是非常誇張的 我們剛剛有詢問國防部 他們是已經付款了 所以我們在這下半年度的 審裁預算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有相對應的方式 要他們說明白 國防立委開罵根本現場後 做外交國防委員會 向空軍關切此案 才獲知空軍計畫 高達182億的軍購案 明年起要以作業維持費項目 分11年從小 它並不是一個新的案 而是我們現有的武器裝備 還沒有銜接上來的時候 最新的裝備的時候 怎麼讓它的售期更長 並不叫嚴售案 整體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定更件 要必須技術服務必須更換 事實上這在程序上有未曾周圓的部分 那我們也會檢討 律委及護航但馬上被國防部打臉新聞稿就說 這不是嚴售案 空軍未按照程序辦理 因為依照軍購案SOP 包括從空軍司令所後機到國防部戰略規劃司 以及後勤次長是參謀總長乃至國防部長 嚴德發等人事前都該層層核定 但美軍軍售愛國者三型飛彈的嚴售案相關單位 竟不知有這項軍購案 這個事情的發生的確是匪夷所思 那麼我認為是在程序上面出了問題 國防部坦承過程該檢討 但已強調目前尚未完成採購作業 後續由空軍跟美方確認需求 會走程序經立法院審議 並同意編列預算後才會簽署 罰詐書替烏龍軍購案指謝 解釋文先忘了與談不倒